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 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啊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 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1万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1000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件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限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限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 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二二年十一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陆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陆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为进一步创新护证管理工作 方便群众更好更快地办理护证业务 3月26日 湖南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出七项便名立起服务举措 一、护证业务全流程往上办理 目前湖南户籍居民 可以登陆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办理身份证补领 死亡人员户口注销 赞助登记申报 居住证申领 赞助登记凭证申领和户口 身份证 居住证办理进度查询业务 2024年4月1日起 可以登陆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办理三周岁内 国内出生新生儿上户 成年人姓名变更 婚姻状况 由未婚改为已婚 婚姻状况 由已婚改为离婚 文化程度 变更家庭户口不申领 户籍证明申领 户口登记项目变更 更正证明业务 2024年7月1日起 可以登陆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办理夫妻投靠户口签入 子女投靠父母户口签入 离婚回原籍户口签入 2016年2月3日后 农千城人员回原籍户口签入 宅基地缺权户口签入 父母投靠城镇成年子女户口签入 拥有住房合法所有权户口签入 凭居住证签入居住地城镇 高校职业院校学生毕业 签回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凭准与签入证明迁往外省 迎高校职业院校毕业 签往外省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挂师 临时身份证申领 党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 边境通行证申领 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等业务 二人向指纹核验免提交身份证明办理护证业务 在我省公安机关登记了指纹信息的湖南户籍居民 到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护证窗口 公安派出所护计室和身份证受理点 办理户口身份证业务时 凡是人向指纹信息通过公安机关核验的 可以免提交居民户口部身份证办理上述业务 登记了指纹信息未通过人向指纹核验 或未登记指纹信息的湖南户籍居民 可以提交本人身份证明 不猜指纹信息后继续办理相关业务 三、居民身份证人向社会化采集 湖南户籍居民在办理身份证前 可登陆湖南公安服务平台 选择手机拍照或到就近的照相馆拍摄照片 上传至公安机关证照人向检测平台进行检测 照片通过检测的将收到公安机关发送的短信 通知其直接到公安机关窗口 盗用此照片办理身份证 公安机关身份证收理点 仍提供免费照相服务 四、简化姓名变更程序 未成年湖南户籍居民 有不违背公序良宿的理由 需要变更姓名的 其父母双方或其他进户人到公安机关 或凭父母双方或其他进户人 共同签名确认的书面申请 未成年人的居民户口部 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成年湖南户籍居民 有不违背公序良宿的理由 需要变更姓名的 其本人可凭书面申请 居民户口部 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五、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在我省城镇地区连续居住满半年的 中国户籍居民 可以凭居住证 申请将户口迁入居住地城镇 并按照以下落户地址顺序落户 拥有房屋合法所有权的 在房屋所在地登记户口 没有房屋合法所有权的 经挂靠亲友同意 可将户口挂靠亲友家庭户 也可以在申请人单位集体户 当地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 租住地社区集体户登记户口 或者在租赁房屋所在地登记户口 六、放宽农村地区落户政策 2016年2月3日 我省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 将户口由农村地区 迁往城镇地区的户籍人口 可以凭居民户口部 申请将户口签回原签出地落户 原签出家庭户 因权户签出等原因 已不存在的 经当地亲友家庭户的户主同意 可以在当地亲友家庭户落户 无亲友家庭户接受其入户的 可以在当地村居委会公共集体户落户 依法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并办理不动产全属证书的公民 韩不动产全属证书登记的下列人员 共有人、家庭成员 可以凭不动产全属证书 申请将户口迁入农村宅基地的所在地 七、简化居住证办理程序 离开户籍所在地县 不社区的市或社区市城区的中国户籍居民 在我省赞助登记未满半年 但在居住地连续就读或奖纳社保 一保、税收满半年 符合居住证办理条件的 可以评录取通知书或社保、医保、税收缴纳凭证、申领居住证 下一步 湖南省公安厅将进一步拖宽全流程 往上办理护证业务的范围 研究推出更多的护证管理编民立期举措 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市单路、政协连线 3月29日 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召开 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高标准推进无费城市建设课题调研座谈会 了解相关企业运营状况 并互动交流、降成本 正规军不敌杂牌均 此现象在资源回收行业十分普遍 北翔众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上海市精心委批准的新能源动力需电池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工信部双白名单企业 在动力电池梯度使用、拆解利用等方面拥有自主研发的先进技术 产能吃不饱是董事长谭斌最头疼的事 像它这样的正规军 生产成本必须覆盖数据溯源、安全、环保等支出 根本无法开出能与游击队竞争的旧车收购价格 而要求普通市民无事数千元的差价将淘汰车辆卖给正规企业 谭斌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出手 现行增值税征收办法对这行的正规军同样不利 专业从事电子废弃物及工业废弃物回收的森栏环保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严提出的问题同样具有普遍性 90%以上可供回收的旧电器来自私人 这一人群几乎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凭证来供回收企业作为增值税竞向抵扣 而如果按分检拆解后产物销售额的13%征收增值税 这买卖是绝对亏本的 上述两个问题在资源回收行业由来已久 现场多位人士呼吁资源回收时关绿色发展大计 相关部门理当认真对待 出台切实可行的对策 脱销路 废弃物充分资源化利用 是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 临港集团以特色园区建设为抓手 积极推动上海再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行业蓬勃发展 集团副总裁孙蒙介绍 这些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中 有很大一部分具有资源化利用的潜力 但需要有生产企业、废物处置单位和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 这需要政府来牵头组织 扛责任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需要有相应的产业配合 上海石化安全总监徐建委认为 上海适合化工类雇费综合利用的企业数量不多 大多数情况下需进行跨省转移 以保证企业顾费综合利用语 且顾费跨省转移审批流程较长 他建议统筹长三角区域资源 并建立跨省转移班名单 市政协委员黄上卫的对此有不同看法 城市有自己的责任 他建议要建立规范化的处置设施 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把它利用好 中期环保董事长张学旺 委员王美华也主张就地处理利用 他们指出 对于一些大体量低价值的废弃物 长途运输产生的成本 会抵消本就不高的价值 异地利用事实上不可行 而一些威化类废弃物 虽然目前有针对部分企业的点对点豁免政策 但最理想的状态仍然是通过产业合理布局 究竟消化利用 不管是费电池 费油脂 费塑料 还是建筑垃圾 费的东西都有价值 座谈油市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马静主持 再总结是他说 不仅要重视费就回收资源利用的经济价值 更要重视其社会价值 要从法律法规 执法标准 技术规范等各方面 不断探索 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统一起来 使践行无费城市理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每个市民的自觉 在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诺研的实现方面 上海必须走在前面原创 正写连线 谷雨是24节气之第6个节气 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都只沉 太阳黄金为30度 与每年公立4月19日到21日交结 谷雨是雨生白骨的意思 此时降水明显增加 田中的央苗出差 作物新重 最需要雨水的滋润 正所谓春雨贵如油 谷雨时节 在中国南方地区往往开始明显多雨 而特别是华南 一旦冷空气 雨暖时空气交汇 往往形成较长时间的降雨天气 秦岭到淮河是南方春雨和北方春汉区之间的过渡地区 从秦岭到淮河附近向北 春雨急剧减少 在北方地区 谷雨是中霜的象征 节气污后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后 第一后平始生 第二后乌鸠扶起雨 第三后为代任降雨丧师说 谷雨后降雨量增多 扶瓶开始生长 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 然后是丧树上开始见到戴圣鸟 谷雨节气后降雨增多 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 此时我们在养生中应尊顿自然节气的变化 针对其气候特点进行调养 同时由于天气转弯 人们的室外活动增加 北方地区的桃花、新花等开放 杨旭、柳旭四处飞扬 雨生百股 雨量充足而及时 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 谷雨实界的南方地区 杨花落尽紫龟堤、柳旭飞落、杜鹃液 牡丹土蕊、樱桃红熟 自然景物告示人们 时至暮春了 传统习俗 谷雨、喝谷雨茶 谷雨茶 是谷雨时节彩制的春茶 又叫二春茶 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沛 加上茶树 今半年冬季的休养生息 使得春梢芽叶肥瘦、色泽翠绿 叶质柔软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使春茶滋味鲜活、香气宜人 谷雨茶除了嫩芽外 还有一牙一嫩叶的或一牙两嫩叶的 一牙一嫩叶的茶叶泡在水里 像展开惊奇的古代的枪 被称为奇枪 一牙两嫩叶的茶是三春茶 像一个雀类的舌头 被称为雀舌 与清明茶连心同为一年之中的佳品 谷雨、走谷雨 古诗有走谷雨的风俗 谷雨这天青年妇女走村串青 有的到野外走一圈就回来 寓意与自然相融合、强身健体 谷雨、石香春 在北方有谷雨石香春的习俗 谷雨前后石香春上市的时节 这时的香春纯香爽口 营养价值高 由雨前香春嫩如丝之说 香春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 健胃、礼器、止泻、润肤、抗菌、消炎、沙虫之功效 谷雨、瑜伽济海 对于瑜伽而言 谷雨皆流行济海习俗 谷雨时节正是春海水暖之时 百鱼行至浅海地带 是下海捕鱼的好日子 俗话说骑着谷雨上往场 为了能够出海平安 满灾而归 谷雨这天渔民要举行海祭 祈祷海神保佑 因此 谷雨节也叫做渔民出海捕鱼的壮行节 这一习俗在今天郊东荣城一带仍然流行 文学创作 谷雨俗语 谷雨 立下 巫妖站着说话 江苏 苏州 谷雨残生流出雾 江苏 京虎 诗词 永念四气诗 谷雨春光小 圆震 唐 谷雨春光小 山川戴瑟青 夜间明戴盛 则水长浮平 乃乌生残矣 宣风以麦亭 明揪图浮雨 心以不堪听 白牡丹 王真白 唐 谷雨喜仙素 才为白牡丹 异香开玉盒 青粉泥银盘 小柱鹿华诗 萧青月破寒 佳人淡庄罢 吴雨已助澜 出行湖山见杂妇 路由 宋 于是乔峰口 茶村谷雨前 柳边烟烟染 滴上草千棉 木扫鸭咸肉 人归鹿岛传 东风吹短发 得据为谁言 谷雨 朱高 宋 天典分灵记 虚言显梦中 明朝之谷雨 吴策静华峰 始祖收基巧 言缩剑士功 岳勤劳闭口 吴道基天功